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在播放第一集就拿下韩国收视率一位的韩剧 Dijini Plus Yorosage 2 Yorosage 2是2019年获得超高人气的韩剧Yorosage的续集 特别是第一集的制作团队和主要演员金南斤 伊安尼 金桑军等人再度携手合作而吸引了极大的关注 根据媒体报道 10月8号在韩国首播的Dijini Plus Yorosage 2 最高达到15.4%的收视率一举夺得同时段收视冠军 以及当天所有播出节目中的第一名 Yorosage 2是讲述白天是神父夜晚则化身天使帮老大 甚至还有愤怒调解障碍的热血神父金南吉 与忠诚且争议的心惊苦帝昂 和霸气十足的监察官巴凯森 三人前往釜山与国内最大的毒品集团展开无所畏惧的联合搜查行动的故事 是一部非常搞笑痛快的韩剧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从第一集就达到像大结局一样的收视率 太猛了 真的超好笑QQ 全部角色都疯了QQ 我最近可能是太郁闷了 看到黑日神父发火 我的压力也跟着释放了 太好看了 我平常不会追剧 但这部我居然等着看了 Yorosage系列真的超好看 拜托大家也一定要去看第一季啊 我就是为了看Kinnamge穿着神父服 做动作喜剧才看的 为了这个我可以看到第十季都没问题 Yorosage 2 不是那种剧情拖拖拉拉 就好像吃了地瓜一样闷闷的韩剧 而是就好像喝了雪碧一样 让人很清爽很兴奋的内容 所以非常推荐大家这部戏 Digi Plus Yorosage 2 一定可以缓解大家一天的疲劳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idol们在隐藏摄影机下展现出的真实人品 B2B Chansop 一位女粉丝和B2B Chansop在一起时 被她的男友看到 男友试图强行把她拖走 Chansop见状后坚定地保护着女粉丝 Chansop坚持保护女粉丝的行为 不仅感动了饰演女粉丝的女演员 还让工作人员和导演也深受感动了 I believe Ligi 一名新来的工作人员 不小心摔坏了拍摄用的蛋糕 害怕被前辈责骂 便请求Ligi帮忙带她承认错误 Ligi微笑着说 没关系 是我不小心摔掉的 她还主动告诉其他成员 蛋糕是自己摔坏的 全程保护着信任工作人员 最后知道真相后 Ligi委屈地哭了出来 这一幕让粉丝们也感到心痛了 Tregio 在Tregio的团纵中 对成员们进行了一项实验 模拟公司电梯发生故障时 工作人员提着沉重行李 会得到怎样的反应 当成员们得知电梯故障后 所有人都立即伸出援手 自然而然地帮助工作人员拿行李 展现了他们作为良好青年的优秀人品 当工作人员在众多练习生中 搬运一箱矿泉水时 苏米一个人追了出去 主动帮忙搬水箱 她这个温暖的举动感动了很多人 PRODUCER1-1的制作团队 为采将设计了一个实验摄像机环节 在准备采将的个人采访时 PD假装不小心摔坏了一台高价摄影机 采将虽然惊讶 但随即反而安慰PD说 别紧张没事的 是不是需要赔偿啊 当摄影导演进来询问情况时 采将一直小心翼翼地问道 摄影机是不是很贵 当得知这台摄影机 即使在二手市场也要价3000万韩元后 采将依然坚定地表示愿意承担责任 要不是我非得这边走 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可以向我的公司索要赔偿 你还不是练习生吗 没关系的 公司不会不管我的 当他得知这一切只是实验摄像机时 采将终于忍不住泪如雨下 这一模让粉丝们无比心疼 在一档YouTube节目中 为AT级成员设计了一个人品测试 对五阳记心了 在互动里撞到外卖员的实验 虽然并没有真的撞到五阳 但当外卖员摔倒在他眼前时 五阳即使听到对方无理地说 要好好看着前面子弯 他还是回应 对不起 没关系 五阳一边帮忙捡起掉在地上的食物 一边扶起外卖员 完全不在意对方的埋怨 直到最后 他还亲自帮助外卖员 把送货盒抬到了店铺前面 再一次拍摄中 成员仅仅不小心摔坏了摄影机 PD要求赔偿 看到成员们不知所措的样子 乔努立刻站出来说 我来赔偿这150万很远 别担心 他主动表示自己愿意 替大家赔偿摄影机的损失 安抚了担心的成员们 展现了他如同外貌一样完美的人品 Thank you Thank you有一次在家里 看到鹰山生气后 马上主动地去洗碗倒垃圾 展现了他如同外貌一样 猥琐的人品 Polski 至少 无论 mm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